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上一次课我们讲到C类型转换成JNI类型 不过我们只讲了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讲的是C基本数据类型 怎么把它转换成JNI类型 然后把它返回给Jover 作为返回给Jover 这一次课呢我们再讲一讲C的支付错路类型 转换成JNI类型 当然这里是也是C的支付错路类型 转换成JNI类型 然后我把它返回给Jover 这就是这一节课要完成的内容 当然最后记住 我会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看看这个PPT 这一个函数也跟前面我们使用的函数一样 也是使用ENV去调用的 你看这个就是从这个函数的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是场景ENV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C语言的JNI类型指针 我们在这个地方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一定要为这个切尾类型指针 传一个支付错路的地址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函数运行结束 它就会得到一个结实寸类型 当然这会创建出一个新的类型 它会把UTF就是这里说的 就是这个支付错路 指针指向的支付错路 把UTF 指向的支付错路 这里是把UTF指向的支付错路 拷贝出一份什么呢 就是说拷贝转换成一个结实寸的 对 拷贝转换成一个支付错路 然后呢 返回这个支付错路的指针 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个支付错路 再传给我们的 返回给我们的交往 当然这里需不需要 这里由于产生了一个新的内存 然后用这个指针来指向了它 那么我们先去思考啊 这个支付错路 我们声源要不要把它给销毁啊 这个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转换成了这个结实寸 结实寸它指向的那个支付错路 它实际上是创建在 Java的空间当中的 就是Java的虚拟机当中的 而Java虚拟机 它自然有Java虚拟机管理支付错路 一套办法 所以说 我们不要去销毁它 再说了 如果你声源把它销毁了 那你返回给Java之后 你声源又运行结束了 你返回给Java之后 你声源运行结束 把这份错路给销毁了 那Java去了还没接收吗 你都把它销毁了 Java制作串 那Java那边就接收不到了 你都销毁了就接收不到了 是吧 所以说那是销毁不销毁 那是Java的问题了 这里有个四例号 我们也发现 其实挺简单的 你看 ConstChair新P 指向一个制作串 然后呢 就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会在Java虚拟机当中 创建一个Java的制作串 然后这个交款制作串的地址会被返回 而返回被这里的JStwin Word去指线跑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JStwin实际上也是个指针而已 有了这个工具 我们就好做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做吧 我们随便去创建一个四例 去创建一个四例 把上一节课 冲进了这个项目 进行一个拷贝吧 然后再进行修改 这样会快一点 好 这些代码我觉得都不用改 然后我们这里去声明一个本地核数就OK了 本地核数返回只是一个字幕串 我这里写个GET str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本地核数 超点忘了写NATV 然后这个也住了 东南科也住了 这里也住了 然后我们也跟上一次课讲的例子一样 把这两个取出来了 把这两个对象 布局文件对应的两个对象取出来了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呢 会触发这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你没干什么呢 显然就是去调用我们的本地函数了 就GET str 这个本地函数有一个返回值揭示寸 我们用一个支付串把它给接收起来 然后把这个支付串 我们就不打印了 把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上面 显示在这个test view上面 也就是显示在我们的界面上面 当然我们知道去调用GET str 它实质上是去 就是调这个函数 但本质上是去调了一个C函数 所以我们又要去洗C函数 我们再把这两个现在 先把它去掉 这是生成冻到库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 好 这个项目里面 建议里面洗 随便洗一个.c的文件 然后.c文件里面去 洗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值 借示寸 函数名 get str 把这个两个函数洗出来 函数的静动静态注册的规则 我们这里应该是借示寸 然后java 然后交上这个包名 再加上这个内名 这些你都是没有错的 然后这个get byte改成get str 就ok了 参数呢 没有参数 所以就只交上这两个参数 就行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使用到 刚才所讲的 所讲的 所讲的这一这一个 函数 来实现 那么怎么调用这个指针指向的函数呢 我们就只要需要使用env 叫这个指针叫新取到这个体再去 访问这个指针变量指向的卡数就ok 嗯 中间传仓 我们照着这个参数来传 因为由于我参数有现成的env直接放过来 然后叫个兜号 这个就是应该传个字幕串 当然这个字幕串 嗯 是应该是指向字幕串的一个指针 我们先可以在前面先声明一下 比如说 嗯 hello u word 接 啊 这个 ndk end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 utf 创进来 然后 我们 这个函数呢 就会在java的虚拟机当中 创建一个字幕串 然后呢 这个字幕串的指针会被返回 字幕串的地址会被返回 而我们这边去指向那个字幕串对象 我们 使用的类型是 j4寸 去指向它 当然这个j4寸也可以把的话题 接用up接口头 一个意思 而我们该函数本身返回的就是j4寸对象 所以我这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st2返回 嗯 就这么一个步骤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呢 就做完了 啊 而且这一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看一看这个makefile要不要进行修改 嗯 mise对应这里的mise 啊 嗯 testc对应这里的testc 其他 我吧 不用改 看来都不用改 嗯 既然不用改 我们就可以 进入这个项目 然后呢 进入这个项目之后 然后用这个命令 来生成我们的断纳库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就是这个项目 我们目前没有在这个项目上面返回 啊 这就是本eclips的工作空间 它在ndk小便 然后我们 这个工作空间当中 由我们这里创建的所有项目的 目标 testc 进去了 然后使用我们的命令 ndk ndk gab uild 回车 看一看能不能成功 好 我们一直都比较幸运啊 每次都是一次性成功 嗯 成功之后 我们这里刷新 动态库 就看得到了 lib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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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就去测试 看一看我这里去调用 这个地方 去调用这个本地函数的时候 去执行c函数的时候 c函数的gstream返回来 就会被我的 这个 strain 接收到 看一看能不能成功 接收到之后 我再把它显示在 安卓的testview当中 进行显示 这就是 整个项目的逻辑 运行 好 按理说的话 上面就是testview 下面就是botten 我点botten 那返回的制服权 就会去显示在这上面 看一看 hello world ndkend 成功了 这就说明 我们的这种考虑 是没有错的 好 那这个 本节课的这个 本项目呢 刚才已总结过 就不用再总结了 这个项目呢 也成功了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 后面还有一个作业 这C函数 接收Job的两个整数参数 就是说 你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在Job当中 C函数要接收Job的两个整数参数的话 那说明这个Job的本地函数 就应该有 行两个参数 两个整数 然后这两个整数一传 Job一掉的话 Job去掉这个本地函数 那你就必须传两个整数过去 这两个整数就会传到 C元函数当中去 C元用两个整数对应的GNI类型 接收到 比如说JINT 接收到之后 然后他说 然后相交 转成这个NDK Native支付串 Native就是JNI 这种一样的说法 相交后转成 JNI支付串 返回给交往成 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两个整数相交 是不是应该 C元里面相交的 C元接收到的时候 是JNI类型 C元该不该 C元就应该把这两个JNI 先转变成INT类型 然后再把结果进行相交 还是得到一个整数类型 再把这个整数类型呢 由于这个整数类型 我们还要返回给Job 说明Job的这个本地函数 还有返回值的 那在C函数里面 相交之后的 C元类型的整数 我们把它转换成 JNI类型的整数 转换成JNI类型的 这个支付串 这里说的是支付串 它是剩两个整数 本来相交之后 是C元的整数 然后你 我觉得住的过程 这里要求返回的是支付串 但是相交之后 是C元的整数 请大家把这个通过C元的相关的 什么A2I A2A的这些函数 把这个C元的 通过C元的函数 把整数转成支付串 就转成C元的支付串 这个是C元的一些基础 然后我再把这个C元的支付串 转换成JNI的支付串 然后再返回才可以 再返回给交换成 这就是我们的作业 以及一个提示 好 我们 我们整个讲和过程呢 已经接近了尾声 算是一个 理论 应该说整套流程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中文练习体验 中文练习体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这一道练习体 我们就会使用到我们的 Drop开发了 使用到我们前面 很多技术都会用上了 我先给大家提示一下 然后大家稍去做个练习 有两道题 第一道题是 请你做一个Java的安卓的计算器 我们每次安卓计算数字的时候呢 都把这种数字进行计算 很显然你Java 安卓要做一个界面 然后呢 上面按123.5.7.8.90 几个点 一按的话 最终把他们还要按交键 最终组织成一个字符串 收集起来 然后Java当中 不要去计算它 把这个字符串直接传给谁了 所以参数传给C C的话就 C的话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应该 因为C刚接受到的设施 接受推类型 C首先 应该把这个字符串 转成C元的字符串 类型 然后C元的字符串 类型 然后再通过C元的办法 去把这个字符串 把它 一个 把这些数字 一个个取出来 变成整数 先把应该把它拆开 然后把它变成整数 然后再进行交减生出 计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又是整 又是这个整数 或者说小数 然后 你再把这个整数和小数 用 把它 转换 通过C元的函数 把它转换成C元的字符串 然后再把C元的字符串 转换成GC寸 然后返回给 安卓里面的Java 然后Java再把它显示出来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C元在计算这个东西呢 应该要用到出战入战的一个算法 这是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是 请开一个直线层 调用C函数 这是说安卓当中的Java开一个直线层 去调C函数 函数中实现下载小文件功能 并且在安卓中显示下载的进入条 我觉得你可以下载到多少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停的将用到Java的函数 然后把这个下载的总量 把它传给我们的Java Java再根据你下载的 就整个文件的总量 交上在对比你现在下载了多少东西 然后去显示这个进度条和Code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当然这会涉及到安卓的一些应用开发 这就是给大家布置的两个作业 最后呢 最后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因为到这儿已经讲完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我想再说的是 我们这个课程听到现在为止 其实实际上是属于NDK技术的一个入门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这个入门课程 然后也重视一下这个入门的课程 也更加重视一下NDK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的确是一个非常难 但是又是一个非常拿高工资的一个技术 再往后学习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都是 字幕串转型 字幕串的转换 基本数据类型转换和字幕串的转换 那么我们普通类的转换呢 数字的转换呢 这些就要复杂一点 还有就是我们的入口呢 现在都是从C Java里面的进行入口 其实我们的函数入口可以从C开始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Java训练机 甚至我们也可以在C语言里面 直接创建Java对象 调用Java的函数 以及我们的各种优化 比如说引用类型 弱类型 以及的优化 还有JIA对异常的一些处理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学习 本套视频到目前为止 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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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